五安您好 歡迎收看一言星邦 台北股市監視小跌的下跌32點 收在20763點 但今天盤中還是有創下新高的表現 成交量是4253億元 那今天的盤是怎麼分析呢 我們現場為您邀請到兩位專家 首先是品封大中華投顧的蔡豐盛分析師 蔡董好 明君好 大家午安 第二位歡迎郭大怡分析師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盤面上怎麼做觀察呢 我們現在請教封盛老師 好的 感謝明君 各位 台湾股市今天這樣收盤 你有開心嗎 你也許問我說 老實在232點不是在開心嗎 各位 你完全搞錯了 大部分的散戶根本這一次都賺不到錢 所以它更小當收起 它是去放空指數期貨 各位你知道嗎 所以台湾股市今天只要一開始 創新高你沒回補 尾盤跌32點照到你 你會覺得說總算跌了 不然昨天這個漲378點 一天就overloss了 一天又去掉了 但是你真的會做不到好股票嗎 我很納悶 你只要每天收看一元新幫的話 真的好股票賺不停 而且還真是好股票 不是人家講的那些業內 特別鎖定了這一些 所謂的一個 所謂這個籌碼有限的個股 因為蔡老師不會浪費生命做沒有意義的事情 剛剛台積電公布已經說各位是不是雙真 我兩天前就跟你講了 剛剛的數據三月份就是1952億 我是不是跟你說因為它二月份工作天數少1816億 這個應該月真跑不掉 年真當然也跑不掉 為什麼 因為去年同期三月份1454億 它又不像那個所謂的6669維銀 各位你知道維銀為什麼跌了嗎 維銀它也是月真 但是它有事沒事它去踢到去年三月份那個高級期 所以它變成年減 所以你可以看到維銀就比較倒楣 那台積電好運命好 真的 當台灣的一個權王命好是應該的 有這麼善良的台灣人當後盾對不對 所以台積電當台灣股民的護國神山雙真 月真7.5% 年真34.3% 不管有沒有到達你心中的一個標準 我認為真的都很棒盡力了 而且昨天才創歷史新高 有什麼不好的 台積電在地震之後 禮拜五 禮拜六馬上講說它今年營收不變 這就是好公司 有一些公司其實是頓低的 因為還是會有影響到 怎麼不會影響呢 其實台積電它也有影響到 台積電它不是說這個地震它也大概損失 6千萬美金 那6千萬美金大概合起來 也是要快20億嘛 對不對 但是它還是講今年都沒變 各位今年都沒變 對不對 這不就是穩定軍心的動作嗎 所以剛剛台積電又公佈營收了 如我們預期 現在就看 就看下禮拜四 四月十八號 四月十八號 那不管如何今天的一個台積電 昨天漲了四十塊 今天跌了四塊好不好 我告訴各位 跟大盤幾乎一模一樣 昨天大盤漲378點 今天大盤跌32點 又回吐十分之一 這種盤還不強勢 所以我剛剛其實我也替你擔心 為什麼 因為大部分的產物 驚無股票 然後看到指數這樣漲 又犯了禁忌 這就是技術面的一個悲哀 技術面一天到 都在抓什麼買點跟賣點 好好的股票你不報 好好的行情你不把握 就是說它漲多了 從1月17號一萬七千點就聽外面 尤其在網路上一大堆 不合法的一些假財經分析人員 在那邊跟你介紹說什麼 要拔下去萬三萬四 台灣股市即將上兩萬一 你看那些技術面方空的一邊又倒打 你不要犯這種錯誤 太... 太膚淺的錯誤 真的啦 自己都沒辦法對自己交代 先把蔡老師的一個祝福放在你心裡 忠心的祝福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我說過投資就是認知的變現 懂什麼賺怎麼 天公地道 合情合理 各位對不對 蔡老師的節目一言心幫就是有這個意思 我懂什麼我講給你看 後面驗證我是對的 你如果做得好的話我祝福你 你如果做不好的話 蔡老師在這邊永遠都會想要幫助你 好不好 我都會當你的一個最好的朋友 4月3號上禮拜三七點五十八分花蓮七點二大地震 台灣股市開低之後收盤跌勢收斂 也沒開低走低啊 你如果技術面你應該知道 這個有人在顧 是啊 你敢聽有人在顧啦 行政院長都很重啊 重電股起不下 有人在顧嗎 我每次我都欲言又止 你都聽不懂 一天到晚都說什麼重電的標案 我也覺得很好笑 今年2024年說大概吃到2026年沒有問題 我看乾脆再吃一百年好了好不好 這樣你還聽不懂政策的意思 我才覺得很好笑耶 投資朋友你還去放空台股 所以你看看4月3號大地震 台灣股市越震越高 投信買超沒有改變 業內買超沒有改變 外資管他的一直在賣嘛 因為外資啊 他這一次占了大便宜 ETF的是他的提款機嘛 所以他大舉獲勝 你說接下來他要不要去做這一些啊 低機請讓隨便他啦 不過今天早上從新台幣升值 就看得出來可能有一些外資回頭啦 所以我認為雙低應該就是 外資會鎖定的一個主軸啦 雙低昨天盤中 我昨天的收盤跟你講什麼 跟你講3260的微剛今天掌停板 晚上的節目晚上6點57分跟你講什麼 講2393的逸光今天創播段新高 你說蔡老師這個節目 對你的幫助有多大 你好好的自己去打分數 因為別的同業不可能做出這種節目啦 真的蔡老師帶領的團隊 也真的很感謝大家熱情的支持 每天都大滿線都在入會 你看蔡老師有在做什麼專案嗎 通通沒有 每個同業每天都在做專案 好像在賣檳榔一樣對不對 有意義嗎 這是專業的行當耶 拿專業來說服投資者吧 是不是周一效應 是吧 昨天漲378點 今天呢 今天 開高走低又怎樣 漲87點變跌32點 大概120點 我說過啦 目前的一個指數位置 大概要200點以上的上影線 你才來煩惱就好 而且政策也不見得要放手讓你跌啊 不然華晨為什麼一直創新高 華晨蔡老師介紹的時候260啊 我介紹1514的亞歷今天漲停板 我當時介紹是30塊2 現在126了 四倍啊 所以各位啊 常常股市創歷史新高 你缺席 你做錯方向 你不應該檢討自己嗎 我改變不了你喔 你能夠改變你自己 真的 你自己去改變你自己 我不會做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啊 各位你知道嗎 我改變不了你 你自己去反省這樣就好了 這是昨天全市場蔡老師領先啊 跟你講的威剛3260 對不對 你看喔 我昨天印的時候還100.5 昨天高點104 但是其實昨天收盤是103 你看喔 我早安這樣 我又看有人在賺錢了 這個都改不掉了嘛 對不對 因為我昨天講的就是這個嘛 威剛嘛 是不是 而且我就拿這一張跟你講 欸營收都出來了 華邦店 南亞科威剛 華邦店南亞科威剛 全部都雙針 就差資金進來做 是吧 指標就是蔡老師跟你講的威剛 你昨天當然也半信半疑 因為昨天威剛從104殺到100塊 然後尾盤又漲2塊 來到103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你的懷疑是對的 好不好 懷疑才可以真正有大成就 不要一天到晚人家講什麼就聽什麼 來 那你的懷疑現階段可以啊 終結了吧 蔡老師就是對的 漲停板 低輪最強的就是威剛 是不是 是齁 昨天我領先市場跟你講的嘛 是吧 開103 漲到104 跌到100 尾盤再拉上來 收在103 這應該去播報棒球才對 各位是不是 沒有那種閒功夫來播報棒球 來 你看看 威剛 三月份營收 月增19.02% 年增56.59% 是不是指標 你看這今天好笑啦 都拉漲停了 然後才講威剛 你也可以當記者啊 你也可以自己去開這個 這個有意義嗎 這種東西就是錦上添花嘛 你要的是雪中送炭 就像蔡老師剛剛一開始 今天有高興嗎 232點 232點你又不好好把握 那萬一明天又被嘎300點怎麼辦 所以散戶看不懂就要問 千萬不要一天到晚 一朝半事闖江湖 那個是電影 因為你會在股市裡面 你會被殲滅 你是在不公平的情況 包括得到消息的不公平 包括所有券商的進出 你也都不知道 你怎麼打贏這種仗 你要找專業的蔡老師 來當你的好朋友 這樣聽到有沒有 南亞科 今天很重要喔 不是說他盤中有買氣 這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 法說會 公司派要講 轉虧為隱的時間點 因為三月份營收都出來了 到處的各位你來看一下 美光為什麼會大漲兩三成 就是因為他首季轉虧為隱 南亞科 雖然他沒有做HBM3 對不對 但是他營收也真的上來了 所以如果法說會就今天下午 南亞科的法說會公告 我第一季就轉虧為隱 明天就在這裡跳空上去了 走美光路線 因為數據都出來了 威剛也領頭養 也已經漲停板了 就等南亞科 公司派怎麼公布 至於說集團股做多的滑邦店 也是底部型態 這一支二十幾塊的 是不是 也是有可能有轉虧為隱的題材 是不是 所以雙低低任OK了 對不對 好來看LED 這是昨天4月9號 禮拜二晚上6點57分 各位每天禮拜一到禮拜四都要看 禮拜五蔡老師就家具日 不然就應酬日沒辦法 好不好 不是顧家庭 就是要在外面請客沒辦法 好不好 就只有禮拜一到禮拜四 每天二到三分鐘教你們 什麼叫產業選股 昨天是不是異光 58塊1 LED是不是 你看看異光 是吧 今天的異光 拉到618 開高走高 開盤開多少 58塊9 618 今天大盤收盤跌32點 收最低 我跟你講的威剛漲停板 異光飆上去 你去哪裡找這種節目 來 你再來看看 當初為什麼跟你講加幣期 昨天加幣期沒有過高 大家講說 這雷科也要被關緊閉 關緊閉不能創高嗎 各位 是不是昨天加幣期 今天的加幣期 今天的加幣期 今天的加幣期再創新高178 我講的時候953 95塊3 今天178 波段漲幅 神奇的數字87% 請正面聯想好不好 不要戲虐他好不好 87這個數字是神聖的 好不好 各位 對不對 是不是漲87% 對不對 蔡老師講的加幣期 2月29號神聖的日子 四年一度 四年一半 二月二十九號 我跟你說加幣期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有沒有 是吧 然後幾支漲停自己去算 時間有限 沒必要跟你浪費算漲停 來 银廣來 银廣來 银廣4月3號拉漲停 對不對 上禮拜三 大地震那一天拉漲停 禮拜一银廣983 再拉漲停第二支 昨天4月9號再拉漲停108 今天的银廣4月10號114.5 我講的時候82塊2 3月18號 證據在這裡 波段漲幅多少 四成 有沒有 你說選不到好股票 你要 你要自己去反省 你才能改變你自己 蔡老師改變不了你 更何況 不要跟大盤趨勢為敵 賞戶賺不到股票的錢 進而憤恨 起了稱心 去放空台股 昨天被嘎的 也不是被嘎而已 損失很慘重 一天被嘎四百點 然後就怪說什麼台積電大漲 台積電不常漲 怎麼在那邊把指數創新高的原罪 歸納在台積電身上 那台積電現階段營收又這麼好 明天再漲上去你怎麼辦 那你每天都怪台積電 那乾脆你就不要做股票了 你為什麼不把它改過來就好了 這不是每天送錢行情嗎 雷科3月28號就是外資大吃ETF豆腐那一天 我晚上跟你講雷科40點35 是不是 一支漲到多少 漲到昨天 4月9號盤中海拉漲停62.2 是不是 波段漲幅54%6天 漲了快六成市場最強 所以得出結論各位 賞戶你做不到的就是什麼是好股票 而且又要一邊注意風險 一邊審慎選股 這是金管會主委給你的基本原則 對不對 他說他就是這樣看高評 注意風險 審慎選股 好 但是你要這樣嗎 你不是 你要賺錢 所以蔡老師的節目就是教你怎麼賺錢的 不是嗎 挑到好股票低買高賣 還沒加入LINE生活圈的 趕快加入好不好 裡面有太多的保障 可以保護你一輩子 蔡老師的原則應該 再這樣跟你做正面宣導 叫做產業選股搭配題材為輔 然後我們低買高賣 每天都有行情 跟著感覺走 所以2024年戰勝恐懼的秘訣 真的只有一招 叫做槍在手 請你一定要跟著蔡豐盛老師走 一通電話徹底解決你操作 台灣股市的所有的不順利 把他轉過來就對了 我們先把節目時間交還給明君 好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議 廣安回來就請蔡老師幫大家分析 歡迎回到一言星幫 我們再把時間交給蔡老師 好的時間有限來趕一下進度 來 忠心的祝福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我說過注意風險跟省慎選股 不足以涵蓋你要的全部 你要的是這樣 產業選股搭配題材為輔 然後低買高賣 你看世新 世新今天也公佈了營收 但是它長不動 開高走低就長不動 其實我認為世新的重要性比廣達重要 我認為是這樣 所以如果其實今天世新漲上去 其實技嘉跟廣達也不會跌那麼深 各位你知道嗎 當然關鍵也是要看輝達要先止跌 所以各位你看看世新 當然技嘉更棒 242億歷史新高 然後第一季也歷史新高 問題今天也大跌 開高走低 蓋不起來 廣達重返千億怎麼也不好 但是他面對的是禮拜五除息9塊 近期很多這些個股 ETF相關概念股除息都貼息 那不去的 我說過總理神機 然後包括所謂的什麼 一個人保也沒什麼去 各位是不是有五支 神打好像也一樣 所以關鍵要看老大好不好 老大回補這個缺口 讓大家毛毛的3月1號 今天晚上看看能不能夠拉上來 那今天壓抑的老AI就會全部還給你 因為3月營收真的棒 除了台光店世新跟技嘉 他們營收創高之外 只有關寶科跟偽創 他們年減其他全部都雙真 AI真的是一個大爆發力的一個族群 好不好 所以產業選股跟著蔡老師走就對了 01今天創新高 各位01 是不是 得率今天93.5歷史新高 66.8跟你講的 各位嘉哲 你看高價股跌成 咪咪咪咪咪 嘉哲今天還不是創歷史新高 1675 我跟你講的時候不到1000塊 912 所以其實得出結論 我近期我也知道很多 賞戶投資朋友看到股市2萬 等一下問他债2萬1 假設這樣的話更不敢買股票 其實你們的考慮是多率的 因為沒有三大法人全部大買 所以這個大盤會不停的換手不停的前進 好不好 蔡老師的節目也會 始終在這個節目裡給你最安全的一個避風港 有問題就要問 不要憋在心裡 就像屏風大中華 在生活圈合法的投信投顧業者就需要大家的支持 你還沒加入的 趕快加入很多影片自己去看 得到一些正能量 好不好 所以一定要跟著感覺走 財富天天有 保持這種賺錢的這種tempo 你做不到我來教你 好不好 所以蔡老師也很高興的 也跟你講 其實過了這個村就沒有這個店 你應該知道蔡老師的意思 做股票一定要面對恐懼 所以如何戰勝你投資台灣股市的一個恐懼的秘訣 我這邊有 你只要把錢準備在手 槍在手就是錢在手 跟著蔡豐盛老師走就對了 各位 一通電話 徹底解決你操作台灣股市的疑難雜政 我們把節目時間交還給明君 非常感謝兩位來賓的分析 提醒觀眾朋友本公司所推薦分析支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支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應該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且自付投資風險 祝您操作順利 我們再會